我现在很担心 化妆师他显然干不了 培训师他刚才的主题演讲 你们也听见了 现在就剩下个会计 我们还没考 你有任何会计的实习经验没有 会计的话 其实说实话 我学了四年 学的全部都是课本上的东西 你没有实践过 没有实践过 那咋办 我想问你咋办 学 学 怎么办 老张 我让他实习 他不去实习 这不过尊重他的选择了 现在问题来了吧 你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你这个更有优势呢 就不听老爷爷 吃灰战眼镜 我心里边想 哎呀 凉了 这个肯定没有戏了 肯定就被全部都灭灯了 我会干嘛 我会干嘛 满脑子都是这个想法 其实我特别想跟你说的是什么 因为父母都在用 自己认知最好的方式保护你 但是我们作为子女 需要有一个证明 因为现在过去看你的职场履历也好 包括学校履历也好 你缺少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你慢慢找到那个自己 我特别喜欢你 我也希望你不管进入到哪个行业 因为都是迷茫的 但你可以把一件事坚持地去做下去 下定决心好好学 第二轮我们要选择了 抓住你的机会 第二轮选择去后来 好 还有四盏灯 三千五成都酒店前台 我给到你的是美在当下的 我们的实习生的岗位 不仅在美在当下可以学到化妆 还可以学到全身的服装搭配 整体的形象 Lady Boss给你提供的这个 是一个实习助理的机会 因为你上面唯一写的就是讲师助理 你不仅能够学怎么当助理 还可以在里面学到一些很多创业的知识也好 职场的知识也好 我给你的岗位是 清创客计划旗下的用户运营助理 地点在北京的七九八艺术区 好 谢谢 先灭两盏 留两盏 是吧 谢谢您 不好意思 谢谢您 不好意思 来 有请陈薇 张芒 谈前不善感情 多老师你知道吗 刚才的话 这个老张啊 在这边跟他夫人窃窃失语在说什么 看看这孩子 连看都不看咱们一眼 我回去我也不看他了 他在家里肯定要看我们一年 然后看我们给他拿个脸绳 然后去看哪儿 然后他看也不看 自己就上去就选去了 我觉得这个刚刚好说明 通过这一场的 这个场的话 然后他就成长了 不需要看父母了 我自己有自己的选择 妈妈支持你 这应该鼓励他 好 可以问一个问题 实习生这个岗位能转正吗 当然你过了实习期就会转正啊 这叫什么话 谢谢 你这等于问一个孩子会长大吗 没有别的问题 考虑10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清创 美在当下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美在当下 太棒了 亲爱的 都在北京为什么选择了一个3000块的 因为我内心确实是很喜欢化妆师 还喜欢明星吧 嗯 你喜欢谁啊 TFYS 小鲜肉 不要看那些小鲜肉 他和你的生活没有关系 我记得我出事的时候我就说 我就说我需要硬拼上了 我就剪40斤 可以提上日程了 你要去北京了 你要自己挣钱过日子了 住地下室也好 吃酸辣粉也罢 你有你自己的生活了 你要跟老张有一种宣言呢 你不能老默默 你什么也不说呀 就 你跟你爹说 来 你对着你爹 是我好运吧 是我能成长了 你已经成长了 因为我从你家也不会再要一分钱了 也拿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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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你叭叭的手回家吧 好 谢谢 谢谢